I'm going to do my beer bizimle孩 现在很多人可能都在吓到說 iyi怎麼剪頭髮了 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去把我下面之前剪的那段全部剪掉 因為我很想要燙頭髮 可是他說我只要有剪的地方 然後就都不能燙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就一次全部都把它剪掉 然後所以這次呢 就是燙一個比較自然一點的卷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有染全震頭的頭髮 就是其實這樣看得出來 我染的是一個很深的咖啡色 就是可能要等它退了以後才會比較明顯 那如果想要知道我的設計師啊 跟我都在哪裡弄頭髮的話 可以去我的Instagram看看 對我都會在那邊更新 那我個人自己目前也是在習慣當中啦 對啊就是還在找分線什麼的 好那不過今天的重點不是我的頭髮 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要用我的2017年最愛的彩妝 來上我的Everyday Makeup 就是兩個影片合在一起的概念 因為我想說就是純介紹產品的話 可能就是大家會想要看上起來的狀況 然後加上我很多人都希望我做一個 新的Everyday Makeup的這個影片 所以我就想說就把它合在一起 嗯...還可以算是Get ready with me吧 這三個影片合在一起 因為我正好要出門 好所以我現在畫的就是我臉上現在這個妝 這個妝其實每次在Instagram 我只要有拍大家都會問我是用什麼東西 所以今天就一次解答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好那我現在妝前保養跟防曬那些都上好了 因為如果再加上保養的話 今天的影片真的會長到不行 所以今天就是以彩妝為主 那首先粉底的部分我要用的是這一瓶 Dior的Dior Skin Forever 那這個的中文名字有很多種 就是香港那邊跟台灣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是都是叫它Dior Skin Forever 然後之前我在我的專櫃影片裡面 我是用020 那我後來發現有很多人留言說就是 雖然這瓶很好用 可是它有一點暗沉的問題 所以我就仔細觀察一下 因為當初它幫我測的時候我是020啦 但後來我第二次買的時候 我就買白了一個色號 我就買010 因為我不是很會看暗沉 但是好像真的沒有那麼 到晚上的時候不會那麼白 所以怕暗沉的人 你這一罐可能就要再考慮一下 那我基本上去年的下半年 全部都是在用這一罐粉底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了 就是因為我後來後期有很多 可能熬夜啊 或是怎麼樣膚況不好 或是出國的時候 就是天氣很乾 那就只有這一瓶 它可以好好的貼在我的皮膚上 不會浮粉 就是對我來說 我很在意粉底浮不浮貼 它不一定要超遮瑕 但是我很在意它浮不浮貼 那這一款它的那個質地 就很像一個精華一樣 很水 然後很貼 用量我大部分就是擠一下 那如果我要遮瑕度比較高 我就擠兩下 我先上半邊臉給你們看一下差別 先上這邊好了 其實這個啊 它很容易用手指就可以上勻了 甚至連就是海綿都不太需要 它用海綿的話 妝感會有點透 然後再眼下加長一點 它延展性有多好 嗚~~~ 那我這邊用手推好 因為通常眼下我都是用手 它遮瑕度上一層大概是五層到六層左右 就是像板子一些是不能完全遮住的 可是你看它在皮膚上那個整個就很有質感 而且它就是雖然這樣子有一點微霧光 可是你摸起來啊 完全不黏 可以近看 我昨天也是一樣是大概三點多才睡 它也是乖乖的貼在皮膚上 好 現在我們把全臉上了 今天因為在鏡頭上 所以我就多用一點好了 這個斑點 硬要遮的話 是可以 再加一點 把它遮住 好 那底妝上完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一罐我自己是覺得在 現在這種比較涼比較乾的天氣用 是最適合的 那我覺得不管你是像我一樣混合肌 或者是偏乾的 因為它其實是很保濕的 就是它那個精華的質地 我覺得都蠻適合的 那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我不太確定它的控油的程度 是到多少 但是我有爬到一些 我有些人說它出油以後是一個很漂亮的奶油肌 但是我本身不太出油 所以這一點我不能確定 基本上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服貼 然後呢 妝感很自然 有一定的修飾程度跟遮瑕度 然後持久力也非常不錯 持久力我覺得大概可以到七個小時左右 因為它不是那種會巴在你的臉上的那一種 它目前不只是我的2017最愛 也是我的專櫃最愛的粉底液 所以我真的很高興有在2017的時候有找到它 好那再來眉毛的部分呢 去年我最愛的就是Excel的這個三合一的眉筆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PD05也是裡面最深的一個色號 那這一支你看我已經用到只剩後面這樣一點點了 我真的就是天天用 之前比較不喜歡這眉毛花太多時間 那我覺得這一支就是上妝很快 然後呢主要是我很喜歡它的那個形狀 有點這樣子像刀狀的 因為我的手很容易很容易抖 所以只有這樣子我才可以比較容易畫出直線來 另外就是它暈染起來非常自然 而且畫出來的眉型跟整個妝感是柔霧感 就是給你那種溫柔的感覺 不過呢我發現就是它用很久以後會有點 怎麼講就是比較鈍嗎 我覺得它在我比較沒有眉毛的地方 就是那個線會比較不俐落一點 那眉毛我之後應該會再做一個影片 就是分開來這樣子 所以今天的眉毛就不多講 我就直接照著瞄 形狀畫完之後呢 我就會拿它後面這個眉粉 稍微把它填一下這些空隙 好那眉毛畫完差不多長這樣子 好那今天在眼妝的部分呢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我的妝都比較淡一點 所以我今天選了一個我覺得就是我真的最常用 也覺得最好上手也很適合新手的一款 那就是 Etude House的眼影 我幾乎已經有一整個月都是出門都是只用他們家的眼影 因為有時候就是很懶的思考要去配色啊或什麼 可是Etude House的眼影就是非常好暈染 很適合當底色 我分別上半年跟下半年有一個最愛 上半年在我比較喜歡畫一些橘色的眼妝的時候 我的最愛就是BR422這個顏色 它就是像那種每一個眼影盤會需要的那種 transform the color的顏色 那另外一個 我這一個月都在用 每一次用都被問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BR413 然後這個是他們就是新的系列有什麼地瓜啊 紅豆啊什麼的 這個就是紅豆色 那這個BR413啊是一個超美的顏色 它很難以去界定它到底算什麼顏色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有點 怎麼講 就是你看的時候你會覺得 呃好深喔 怎麼敢用這個在眼皮上這樣 可是呢其實 而且它其實刷起來是比較 比較深的這種顏色 它裡面就是有點像紅豆子米的感覺 就是它有點紫 又有一點咖啡色 可是又有一點紅 所以它加起來就會變成一個 讓你的皮膚很顯白很顯氣色的顏色 我等一下擦上去你們就知道了 我真的是 每一次擦大家都問我今天是用什麼眼影 而且 極度好暈染 只需要用一支刷子 你就可以看起來好像你花了很多時間去暈染一樣 那今天我想要用 欸你看它就 它就叫做 Red Bean Frappuccino 就是 紅豆 Frappuccino 那這個真的不需要沾太多 就是 點一下下去就好了 好這個時候你會覺得很可怕 它是不是顏色冷太多 不要緊張 你就往上暈 你看這顏色是不是真的超級美 好所以 Etude House的眼影我真的是超級超級無敵推的 尤其是這兩個色號 對我現在的至愛就是這個 BR4E3 你說能不給它最愛嗎 而且又這麼這麼便宜 不過我聽說 Etude House好像在台灣要結束代理 對啊 所以趕快趁還買得到的時候趕快去買這個眼影 真的很好看 再來我通常習慣先夾睫毛 再畫眼線 再刷睫毛 對所以 睫毛夾我真的是從來沒有換過 一直都是用這個藍扣的 可是呢 我每次去美國的時候它都 嗯 缺貨 然後呢去歐洲又發現沒有賣 台灣也沒有賣 讓我很頭痛啦 對啊我一直都每次都把我姐的拿走這樣子 我自己是覺得它是最適合我的眼型 變超巧的 再來眼線的部分我可以說算是有兩個最愛 就是第一個是 Kat Von D 的這個 Tattoo Liner 那這個我愛它是因為我知道它絕對不會暈 就是我需要去重要的場合 我知道我今天真的不可以下面 暈的亂七八糟的時候我一定會用它 然後呢 我也很喜歡它這個顏色 它是 Mad Max Brown 它就是不是全黑 但是也不是棕色 是一個中黑色 所以相對來說不會那麼強烈 然後也很適合這種顏色啊 或者是局中的眼妝 那但是呢因為它是非常容易乾的關係 所以呢有時候你在塗的時候 你如果不把它到手上就是回春一下 讓它那個水再出來的話 很容易就是水會上不去 所以這個是它的小小的缺點 那我最後還是決定 要把我的最愛頒給Kiss Me的這個 深邃中領主力迷人眼線液嗎 我不知道我對了幾個字 但是他們家的每個品名都超長的 對反正這個我最後還是給它第一名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刷頭 對我這個手抖人手殘忍來說 還是最好用的 因為怎麼講 就是我昨天很思考了很久 要怎麼講它的刷頭 就是它的刷頭是非常有彈性跟柔軟的 所以呢你在畫回來的時候呢 像我用Kalbondi那一支 我就會覺得轉彎有點不順 就是它會有點扭不太回來 然後就會變得有點過粗這樣 可是Kiss Me這支 它就可以很細的去把它這樣再帶回來 就是 就是它很 好折啦 就是 不會 不會你一要畫回來的時候 就變成平平的一條線 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尤其是因為這支今年出了這個顏色 就是以往它是只有黑色跟淺中 那這個一樣也是一個像是 剛剛那個Mad Max Brown 一樣也是一個中黑色 然後又比較水 就是它不是那種很濃的 所以很適合我日常 即使畫單一顏色眼影也很適合用 對 好那眼線差不多就是長這樣子 那今天在睫毛膏的部分呢 我覺得大家平常已經就是 幾乎很多人很多人都是用Kiss Me 所以我覺得Kiss Me已經就是被講到爛了這樣 對沒錯Kiss Me是我用過最不暈 就是最安全的一款 但是效果不盡然是我目前碰過最好的 那我近期用到效果最好的呢 是Maybelline這支叫做 The Fosse's Push Up Angel 然後它是說它是防水的啦 但是這支的抗暈程度就沒有那麼好 大概過了兩三個小時以後 就會看到有一點點在這裡了 可是因為我是本身就很容易很容易暈的 通常我會暈一點點的 大眾就是不會暈這樣子 所以我用這個通常就是 可能我要拍片 只需要拍個一兩小時 或者是我知道 我不需要整天都看起來很完美的話 我就會用這一個 因為它實在是讓我的下睫毛看起來很長 那這一支它的刷頭很特別 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它不是整根都是有那個纖維的 它就只有一排這樣子 直接刷給你們看 它就是可以把我的下睫毛刷出來 所以我才很喜歡 雖然拉遠好像還是什麼都看不到 不過就是至少我知道 我的下睫毛是有長出來的 不過我覺得它今天可能就是 有點緊張這樣 所以下睫毛效果沒有刷得很好 但它平常下睫毛表現是很好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目前我用起來效果最好 但它不盡然是抗暈染 或者是抗垂這件事情最好 它純粹只是效果最好 那抗垂跟暈染的第一名 還是KISS ME的睫毛膏 對 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那再來修容的部分就是老朋友了 我已經用很久很久的 應該說我中間有一段時間 跑去用KA的 那我後來還是回到 HULA 因為我覺得 Cavano Kwan的那個 修容粉 真的真的很顯色 所以有時候會 小失手這樣子 會看起來髒髒 那我覺得 HULA這個它就是 其實它是真的是 Bronzer 不是修容 因為它是暖的 只是說我覺得它的效果 還是最自然 然後它就是長這樣 那今年我有一個新朋友的加入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這一支是NYX的修容刷 這一支是23號 然後這個修容刷呢 就是你們應該都知道 我之前是很愛用Real Techniques的那一個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天啊 長得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我記得它大概是五六百左右 就是我覺得它 價錢還算合理 不便宜啦 只是說它真的很好用 就它的刷毛超級軟 然後它是刷毛是比較密的這一種 我覺得它刷起來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這個算是我今年的 小小的大發現 小小的大發現 比較新的一個發現 就是這支修容刷 我覺得很好用 所以你看它抓粉力也很強 稍微就是上很多 可是我都會在就是 這邊用掉一點 不然我會自然 希望我一樣就是上 喔好然後我發現我剛剛忘記講遮瑕 因為我今天沒有想要再遮 但是打亮我也可以用這個 這個呢就是the same的 雙頭遮瑕棒 那這一支呢 我其實一開始是要買這個遮瑕液的 是霧打霧狀因為沒有 所以才買了這個遮瑕棒 那我的色號是1.5 它還蠻白的 那這一支呢 我後來最愛的就是它後面這一個 我跟你們講我已經把它用到斷掉了 就它後面這個是一個這樣子的膏狀的遮瑕膏 那我很喜歡它的頭是有點像唇膏的 所以我幾乎每一個試色影片裡面 都是拿它這個來清下面這邊 如果不小心覺得界線不夠明顯 我就這樣子一畫 因為你用遮瑕液去修這裡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太水 然後就會看起來很突兀 可是因為它這個遮瑕膏就比較乾一點 然後又比較好控制它的那個位子啊跟量 所以我很喜歡很喜歡用這個 這裡 而且這個真的是多功能用途 你也可以拿來打亮 眉毛下面這邊 因為它就是不會亂跑 所以你不會怕它就是毀掉你其他的妝等等的 或者是你拿來打鼻涼 我覺得也都很好看 我現在要輕一點 因為它已經就是斷掉了 我要買新的了 拿來打亮啊 它也很自然 喔然後我有時候也會用它這個遮瑕液拿來 當我的眼部的打底 因為它真的完全是不帶黃的那種遮瑕 所以你用在眼皮上的時候 它就是看起來很白很乾淨 而且遮瑕度又蠻高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 一百多塊吧 超多用途 然後呢 嗯 純舊遮瑕液來說 在眼下是稍微會偏乾一點 這麼便宜 真的是沒什麼好要求 所以這一隻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 那如果你是要高遮瑕的話 那就是Tarte的Shape Tape Concealer 那個真的是超遮 所以這個The Same的是我去年的使用力 極高的一隻 那再來就是腮紅的部分 那我知道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我沒有特別愛用腮紅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我一上腮紅 我妝感就看起來很壯 所以呢 Colourpop的這個 Between the Sheets 算是我唯一 就是之前有一直持續在使用的腮紅 那它是屬於一個腮紅膏的質地 所以它摸起來是濕濕軟軟的 但是不是到很濕的那一種啦 所以我覺得因為它是比較濕的關係 所以即使你用腮紅刷去上 它也不會有那種卡粉啊 或者是太乾的感覺 一直都很愛很愛這個 Between the Sheets 因為它的顏色真的很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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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上你們看就知道 那我一樣還是會用腮紅刷上 因為它其實抓起來的量不會那麼多 所以就不會怕失手 有發現嗎 它真的很淡 就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很深的 好啦 大家又覺得我在騙笑 根本沒有顏色 本來在鏡頭下是有看到的 它就是一個很自然的腮紅色 哎呀 掉毛 那最後在唇膏的部分 我想了很久 我今天到底要介紹哪一支 那我決定就是把一個出場率比較少的 但是我非常非常愛用的來跟大家介紹 那所以我要分享就是I MIMI的這個 我愛氣墊超霧唇 對 少了一支 我超心痛 我好像把10號搞丟了 不然10號是最適合今天這個妝的 那這一支我真的是喜歡到 就是我那時候在歐洲每天就是只帶這一支 因為在旅行的時候不太喜歡就是化太多妝啊 或者是用一些會讓嘴唇比較不舒服的唇彩 那我發現就是這一支雖然它是霧的 但是第一它完全不乾 第二很重要的是它不會產生死皮 就是我發現很多譬如說像 Perry Pera它很好用 然後顏色也很漂亮 可是呢 擦久了那個死皮就會慢慢出來 然後這邊整個就會 反正就是看起來就是很不平整 然後自己咬的時候也很多皮啊什麼 就不喜歡 那I MIMI這支就真的完全不會 然後呢持久力又很好 雖然它不好卸 可是你只要不要把它擦得很濃很飽和 它都卸得掉 所以即使吃飯也不會就是掉光這樣 大概都還有個四層在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就是它的顏色混起來很好看 就是它們家的這幾支啊 你隨便去疊擦 它就會很自然的融合成一個新的顏色 譬如說我現在先用它這個7號當底色 我就不要擠太多出來 我就先打底 好 那現在我就加上9號 淡淡的夾上去 就把它這樣混上去 有沒有看到那個顏色就變了 就很漂亮 用這一支我不太喜歡有明顯的邊界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柔霧感太漂亮了 然後又很薄又很貼 然後呢又霧 超喜歡 所以I MIMI的這款唇彩 絕對是我覺得值得被更受矚目的一款唇彩 那妝就差不多上完了 其實我等一下還要出門 我現在真的是花太久 好 那我的2017最愛彩妝 加上我的目前的 everyday makeup 基本上就想這樣子一次 就是跟大家分享這樣 那最後我也很想謝謝大家 就是在我20萬的那個影片下面給我的留言 我每一個都有看 也都有放在心上 就是 真的真的很感謝大家 整個就是信心只有在恢復當中 好那就謝謝大家的觀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希望這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那也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都跟我說沒有收到我的影片通知 所以還是開小鈴鐺會比較保險 好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